開車 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好久沒有講開車的影片 這一次比較特別的是 不是我開車 是義成開車 大魯閣的蕭勒勒教練 蕭義成教練 開的車 我來講解 我告訴你他有什麼訣竅 好好學喔 我花飲料買來的 謝謝義成 感謝 好 要開始啦 要關啦 還沒關 先跑前場 我在前面在跟他就是 畫家場 沒有完美就完蛋了 就在 畫家場 我笑都笑很誇張 有時候看自己笑都覺得笑很誇張 幹嘛笑那麼誇張 好 義成出去了 好 記得 第一圈出去的時候 不要急著去Push這個 車子 因為輪胎還沒熱 對不對 所以你看 蕭教練出去的時候 也不會很急著去Push車子 墮腳盡量打小一點 方向盤動少一點 油門加順一點 煞車確實一點 OK 把輪胎把它好好熱起來 你看他現在就順順開慢慢開 沒有在Push喔 OK 那這一次啊 我覺得算應貨得福 因為本來想拍他前面開的 但是如果是拍前面開的 欸 各位車友 你就沒辦法這麼近 看到他的手跟腳 然後我也可以藉由他的手跟腳 講一句給你聽 所以我就說應貨得福吧 對不對 是吧 好啦 那開始啦 你看 現在進入到1號完 你有沒有發現 他肚子要打一點點 煞車就下油門 你有沒有發現他這個煞車下油門 下車下油門 很連貫 這個需要練習 就是你要記得 煞完車 下油門 煞完車下油門 這兩個要很黏 記得要很黏 那至於就是 這個煞車如何釋放 然後這個油門如何踩 這真的需要練習 因為你放也不能放太快 你油門踩也不能踩太快 你也不可以有兩個重疊 他變成就是有一點就是 用煞車跟油門去控制 你車子重心的感覺 因為你煞車嘛 重心在前面 你油門嘛 重心就在後面 所以你必須很平順的 讓自己的重心在車子前後 這樣走 OK 這就是訣竅 我就告訴你訣竅 所以當你就是煞車 油門可以下到 就是重心可以 你可以控制的時候 控制就是 哇他重心在前面 就在前面 重心在後面 就在後面的時候 我跟你講你就成功了 你就是一個有水準的車手 OK 但是這真的要練習 因為我很怕車友跟我講說 欸有啊我很黏啊 我很順啊 所以我有水準 可是我秒數怎麼不是很好 而且 嗯 這其實蠻微妙的 因為你也不可以殺到太低 再下油門 因為殺到很低一定可以下油門 對不對 或者是你釋放開來 所以油門慢慢下也可以 油門也不能下太慢 所以它是一種 身體感知的培養 你不可以殺太低 然後 你不可以太慢下油門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你殺到剛剛好 那種感覺 就就必須在車上擠出來 再來 我要講它 你有沒有發現 它方向盤是不是都 固定的很好 我講說固定的很好 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方向盤有個特色 它不會這樣一直亂動 你知道 為什麼它方向盤不會亂動嗎 我這樣又要講了 這樣對不對 我等一下進階課程怎麼那個 好不行啦 你不講一點 人家會覺得你沒料 對不對 是不是 我就講 方向盤如何讓它 平常那些 壞的東西 你知道為什麼 一隻推 另外一隻也推 你一定滿肚的問號 欸 怎麼一隻推 另外一隻也推 因為 假設今天是右彎 左邊推比較多 但是因為你會推太多 你變成右邊推去阻止它 所以兩邊在那邊阻止的感覺 所以這是加 這是減 如果是右彎的話 你的左手是加 右手是減 齁 所以你看 你兩隻手是不是就 推在方向盤上 你有沒有發現 你的方向盤是不是就會很穩 對不對 齁 因為如果你今天這樣轉 一隻推一隻拉 你看 兩個手都是 動能都在這樣的啊 全部都在這樣的啊 那車子當然 翻盤會打過頭嘛 對不對 啊 我又無償送你們 好 天 OK 這個很重要 那是因為它有示範 就這樣 OK 算是 有力了 一隻推 另外一隻也推 只不過這隻是加 這隻負責微條件 不要讓它一下就過來太多 太多了 喔 減一點點 齁 因為正常 大部分人都會講 一隻推一隻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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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啦 你也要 叫它開在我前面 再來跟我講這個 對不對 是不是 好 不好意思 我現在自信心抱歉 抱歉 我現在自信心抱歉 抱歉 這就是 訣竅 一隻推 另外一隻也推 這一隻推 這一隻補上去 這樣聽懂嗎 OK 好 那你看它一直開車 我就以能講 你看喔 記得 喔 三角 有沒有 現在應該都在大體線上 現在要進五號彎 煞車 油門對不對 煞車 油門 煞車 油門 有沒有 絕對不會這樣 煞車 兩個都不踩 在幹嘛 在幹嘛 是吧 你不是繼續踩車 不然就趕快下油啦 是不是 千萬不要就是 煞車 放 兩個都不動 你要嘛 就煞車繼續踩著 因為你覺得速度太快 要嘛 你就試著下油門 阿如果下油門會滑掉 喔齁齁齁齁齁 代表是不是這樣了解 這樣了解嗎 我沒有用這樣來判斷 懂嗎 齁 OK 好 所以你看 剛剛好 陰霍得福 本來是想駕前面的 阿結果它越掉越掉越掉 掉下來現在就棒了 太大小了 阿我相信這個電線 你們都看很多次了耶 其實 可能沒什麼講的必要 但是重點就是這個 手跟腳 懂齁 你的煞車下得要樓順 油門煞下得也要樓順 只不過煞車有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我一定教你樓順 阿接下來 你來上課的時候 我就會教你二三四五 好 那每個階段都要練一下 知道意思嗎 齁 它不是一觸可及的 不是說 老師今天講完 阿我會了 對不對 不是 它是需要體感的 而且做到怎麼樣對 怎麼樣錯 不是說你說對就對 因為你的秒數沒有出來 那怎麼會是對 如果你的秒數已經 衝前去了 對不對 當然就有對 所以代表會 是吧 但是你的秒數也沒出來 欸 你就說你做得對 或者是 我們看起來 其實你還有進步的空間 對不對 你可能會不知道 它那個差別差到哪 這也要看影片才會知道 OK 所以你看 它的方向盤真的就很穩 對吧 他說這方向盤 是我跟他講的 我覺得真的不能跟這個年輕人講太多 但是沒關係 我們不怕群體 數值的提升 是不是 我們怕沒人競爭 對嗎 一支加 兩支掌 有沒有 一支加 另外一支剪 但是兩支都推著 欸 方向盤就穩了 有沒有 是不是 這是不是很棒 對吧 喔 好啦 那如果你有購買我的課程的話 你會發現 我 除了講這個之外 我還會再教一些東西啦 因為我覺得 固定方向盤是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固定方向盤是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現在方式的車子 沒有變檔的車子 只有三樣東西在控制 煞車 油門 方向盤 這三個是最主要的控制 對吧 所以這三個 你都要有技巧 有方法把它控制好 這個非常重要 欸 欸 他剛開了一條 怎麼樣 大魯閣新的半圈路線 啊 現在進PIT 啊可惜 好啦 不過我也講完了啦 該交也都交 趁這一次 該講都講 我相信應該獲得很多啦 OK 我可能又繼續跟他打賽 你看 我記得我那時候跟他講 我誇獎他 對不對 漂亮 我就說他漂亮 厲害 真的 他會看的人才知道啊 對不對 OK 那就這樣囉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拜拜 好 舊的大夜彎不跑 有新的大夜彎 啊 會比較遠一點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